你要记住 这辈子做个真人 刚才我前面讲了这么多 不要再做一个假的人 表面上自己很聪明 自己 实际上你是错了一辈子 你听了张老师的课 你现在要觉悟觉醒 哎呀我要修真 我不要再以这个臭皮囊为我 因为我这个臭皮囊里面 有八万四千种 我都不了解 我赶紧要去了解 赶紧要跟他们打交道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神 所以你们如果 没有上过我 一二三年级课程的同修呢 赶紧今天跟工作人员 请一本 这个黄庭内景经 回去送念 为什么要回去送念 这里面 你体内的神的名字 都在这一本经书里面 过了冬至呢 我还准备给你们 把体内原有 这不是我给你们的神 是你们体内这些神都有 但是你们在干什么 睡大觉 睡不醒 所以就没有觉醒 就没有觉醒 但是这里面这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 这里面你的眼神叫什么 耳神叫什么 心神叫什么 它全部在里面 所以你只需要送堵 送堵的目的干什么 你把它给我唤醒 唤醒啊 然后真正的醒 过了冬至我会尽量安排在元丹墙后 给你们安排一次醒神大会 人家叫醒师大会 这个师是尸体的师 你们过年是不是要 敲牢打鼓 醒师啊 舞龙啊 对 我就给你们体内来一个醒神大会 连掌声都没有 但是你要赶紧送啊 你这不送的话 你将来你的神 我点毛的时候 他都不在 都还在睡觉 你们想要诵经 诵经到时候我就能有办法 请这个法界的师父们 外神来 帮助你 这个天鼓雷音 雷音 这天上打鼓 战鼓 然后雷神 放出声音 那你看能不能把它炸行 闪电电幕来 能不能把它黄行 这个我们的醒神大会 是干这个的 就是请外面的 天龙八目 四圣众 六道众生 都来帮助你 把体内众神给醒起来 只要您醒起来 你就醒了 梦醒时分 这个我在醒的时候 我吓一跳 为什么 我这个醒了以后 就闪电一样的 往回 倒流自己的人生 从昨天 一直倒流 到这一生出生 把我下出一身汗来 以前在佛经看出来 说 释迦牟尼说 这个阿罗汉 他正到自己在地狱里 受苦的时候 身上会流出血汗 惊恐 就是流出的汗里面 都是红的 我还没觉得 有同感 这个醒了以后发现 这个比那个还惊恐 发现自己的 每一天都没做对一件事 每一件事是做对的 我们都觉得 我们很聪明啊 我做的每天的事情 都是很重要 都是很必要 都是很有意义 比方说 我以前觉得 我能度你们 现在我发现 原来是我欠你们的 再掌声一下 这个就变成 这个心态不一样了 以前我是觉得 这个是你们欠我的 现在我发现 原来我成不了佛 是我欠你们的 这不就醒了吗 你们是不是觉得 老师欠你们的 那你就没醒过来 你什么时候觉得 你欠老师的 那你就醒过来了 这是自己 醒内神的时候 会发现 哎哟 我真的不是人 我怎么年轻的时候 对我爸爸这个样子 又吼又骂 又不理他的 又叛逆性格 那个 这个在少年期 怎么那么叛逆 对自己的父亲 他心疼 忏悔 所以是 这个不用给爸爸打电话 那么就自己深深地忏悔 很多事情 你以前觉得对的事情 后来当你醒的时候 发现一无是处 一无是处 所以是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醒神 真醒过来 你的忏悔就有利了 因为你发现 你今生 过去是 无是处 你没有成佛的原因 就是自己没醒过来 老是觉得 都是别人欠我的 从来不知道 是你欠别人的 所以释迦牟尼说 没有一个众生 我可以度 都是什么 众生度我去承佛 都是我的恩人